欢迎以模仿番入围戏剧节目男主角奖的姚纯耀 现在看到本人我还是会忍不住抖了一下 因为谁想来到表面是关注社会议题的新闻主播 私下竟是残忍的连续杀人魔 精准演绎出角色陈和平的伪善与显恶 对于恶意的散步与操弄极具煽动性 到目前为止入围就得奖百分百的命中率 姚纯耀来势汹汹 江汉剧中的死对头竞争同个奖项 绝对是今晚的一大看点 紧接着强大的男人姚纯耀 你太夸张耶 纯耀入围几次得奖几次 但你旁边有一个虎视眈眈的强劲对手 还有纯耀 为什么每次都强碰你 第55届我首度入围男主角奖 我还担任颁奖人亲手把奖项颁了给你 纯耀你说一下 你觉得这一届该怎么办还是换你颁给我 我觉得一起 一起共享 共享是不是 是不是跟平生老师讨论一下 这个画面是在台湾的故事的三代师兄妹 没错来帮我们拍一张 三代师兄妹 有点非常感人耶 对表示我们在戏剧圈表现得都非常优秀 才可以站在这里 但认真讲师兄 你为了演出杀人魔啊 眼神练得非常的彻底之外 听说还要贴双眼皮 有没有什么后遗症 有没有长出双眼皮来啦 后遗症就是我现在就这样就会有双眼皮 而且这样就让人觉得有点可怕耶 对 听说你在家有时候不小心会跑出来 老婆会骂你喔 对 她说你赶快下戏这样 觉得你随时要杀他是不是 太可怕了 但是真的很恭喜纯耀 也希望你今天有非常好的成绩喔 恭喜恭喜李美琴 不用让给他没关系啦 对 对